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可能有人认为休赛期没有比赛 也就没有了太多值得讨论的点 其实并不是如此 休赛期也相当的热闹 主要还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目标 另外也能看到一些闹剧 每年休赛期都是如此 这也为枯燥的休赛期带来了一些活力 那么近期哪些信息需要关注呢 胡人官宣两笔运作 库里正式下令 比尔公布新目标 哈登看清现实 胡人官宣的第一笔运作 裁掉了前锋克尔·斯维德 胡人今年休赛期 操作眼花缭乱 让人目不暇接 就裁掉的斯维德来说 对胡人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斯维德是22年落选秀 去年休赛 七胡人和他签下过双向合同 在七场比赛中场均 只有1.3分一篮板 斯维德没有证明自己 预计他这边也要弹出联盟了 胡人官宣的第二笔操作 签下了落选秀亚利克斯·富奇 就这位球员来说 是一位竹竿形的前锋 身高达到了2.03米 但体重只有83公斤 胡人这次给富奇的 是一份双向合同 如果小伙想要长远留在胡人 那就要像里夫斯那样 在这两年打出身价 就看看富奇能不能抓住机会 真正成为胡人重要组成部分 库里近期话题很多 也是吸引了大量关注 库里在采访时直言 他还处于职业生涯黄金期 还希望能赢下更多的总冠军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库里在谈到球队替补这些事情时 库里也是正式下令了 库里表示要有人做出牺牲 也必须知道 要为了球队的提升而牺牲 库里这些话都没错 就看看赛季开始前能否解决 比尔被交易到太阳队之后 他这边还是神清气爽 在谈到下赛季的目标时 比尔也没有丝毫避讳 直言自己新赛季 要成为最好的攻防一体的球员之一 另外还要进入全明星 对于比尔而言 来到太阳后 肯定也会受到极大的关注 他必须重新证明自己 和杜兰特 布克一起取得成功 比尔还年轻 他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 哈登去哪里 是大家很关心的话题 对于他本人来说 也是很无奈 毕竟主动权不在他手里 哈登如今也是认清了现实 表示NBA只是商业联盟 不得不说 哈登也是把费城管理层 想得太好了 以至于今年相当的被动 无论怎么说 哈登在这一局输得很惨 而且也让他再次陷入漩涡 另外现在联盟舰队趋势是啥 自然就是双核心 大多数球队不在一位追逐三巨头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主要还是因为规则限制 以及水涨船高的薪金 热火组建三巨头的时候 詹姆斯这些巨头 都一定程度上降薪了 这样才让热火补强时 不至于捉襟剑肘 至于勇士组成超级巨头阵容 那是因为签下杜兰特的时候 还在吃库里的 四年4400万美元的低薪红利 所以说 组建三巨头球队的话 要么巨头少拿点钱 要么能吃到某一位巨头的新金红利 当然了 现在的规则一定程度上 也在限制三巨头阵容的出现 现在大家再看看 组建双核心就已经很耗费力气了 今年夏天 布朗签下的是五年3.04亿 明年塔图姆可以签下五年3.3亿 也就是说 双核心就已经吃掉大量新金空间 稍微再填补一些球员 球队就不堪重负了 所以嘛 看似工资貌在涨 但球员新金水平也在涨 对于球队运作来说 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不是每一支球队老板 都像勇士的拉科布 以及快船的鲍尔默那样 不计成本的投入 看看费城的操作 再看看之前火箭队的操作 就是因为不想花钱 以至于错过太多机会 要说当下联盟30支球队 双核心是主流 但也有三巨头球队 如果要说真正意义上的三巨头球队 熊路已经被排除在外了 那也就只是太阳队了 太阳队交易来比尔之后 成为联盟唯一一组三巨头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的压力就很大了 那么就太阳队三巨头来说 谁才是决定上线的球员呢 不是杜兰特 杜兰特是保住基本盘的球员 也不是布克 布克很稳 也很有爆发力 他和杜兰特一样 都是中流砥柱 真正决定球队上线的 其实是比尔这位新援 22-23赛季 比尔场均能拿到23.2分5.4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50.6% 三分命中率为36.5% 比尔是一位效率比较高的双能位 下赛季也会被安排到打空位 对于比尔来说 他这边就需要转型 以及做好各种准备了 比尔在谈到新赛季的目标时 他也是立下了承诺 比尔直言 下赛季要回到全明星 以及成为联盟中最好的攻防一体的球员之一 就这个目标和承诺来说 还是很不错的 一位球员最怕的就是失去自信 比尔这两年没少被诟病 他也需要站起来了 比尔立下了这些目标 对双冠王杜兰特来说 还是相当的重要 在这里也要恭喜双冠王了 大家都知道 杜兰特这几年辗转多队 其实就是要冲击总冠军 比尔给自己立下目标 说白了就是要好好打球 这对杜兰特而言肯定是好事 只要比尔能打出奇才时期的水准 那么太阳队冲关概率会大大提升 不得不说 杜兰特是联盟最幸福的球星 甚至没有之一 因为杜兰特这些年走到哪里 阵容都不会差 杜兰特也到了带队出成绩的时候了 最后来聊聊勇士 杰伦布朗和凯尔特人 签下了五年总价格超过三亿美元的合同 一时间轰动了NBA 当杰伦布朗得到了绿军如此巨大的提前续约合同之后 不少勇士球迷开始担心 管理层和克莱的续约谈判是否会顺利 对于克莱 这名勇士王朝的功勋人物 库里身边的另一名水花兄弟 他这几年的状态和表现 也逐渐引起了勇士球迷的反感 毫无疑问 自信绝对是克莱身上的标签 但在我看来 将克莱形容成自负也没有什么问题 这几个赛季克莱经常会出现投篮次数 高于个人得分的情况 而且他越投不进越是要投 还越投难度越大 他的出手数甚至很多次都超过了库里 可效率却非常低下 说好听点 克莱对自己非常自信 但他的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勇士的成绩 实际上 克莱的自负在他生涯初期 就让球迷见识过了 在克莱出入联盟的时候 三分球并没有像现在这样流行 不过 当时克莱就已经在他认为出现机会的时候 果断出手 那个时候 勇士的老大是蒙爬埃丽丝 他告诉克莱出手需要更稳重 有时候他需要传球 可克莱却如此回应埃丽丝 他们签下我 就是让我来投篮的 这居然是一名新秀 对球队老大说出的话 可想而知 克莱的自信 确实达到了一字负的程度 即便受了大伤 超过两个多赛季的时间没有出场 克莱依旧对自己在攻防两端的能力感到自信 特别是进攻端 在接受采访时 他多次拿杜兰特举例 称后者可以在跟腱断裂之后 恢复运动表现 他也可以像KD一样 重新找到巅峰期的自己 然而 距离克莱复出也已经过去了两个赛季 一些运动学专家称 大伤复出之后 一般球员表现最好的赛季 就是复出后的第二个赛季 这个赛季 球员们一是重新有一个完整的修赛期去训练 二是 他们也适应了对抗 第三则是 他们都有一颗证明自己的心 然而 克莱却在复出后的第二个赛季 表现一塌糊涂 场均得分方面 克莱常规赛 依旧达到了个人的最佳水准 21.9分 但他更多是靠职业生涯新高的三分出手术 10.6次堆出来的 受伤之后 克莱的三分越投越多 他生涯首次场均三分出手术 超过了两位数 常规赛克莱还能靠着出手术 让自己的得分稳定在一个水准 到了季后赛 克莱的场均得分下滑至了18.5分 他的投篮命中率只有38.8% 生涯最低 三分命中率36.8% 生涯第二差 只比他生涯第二次季后赛之旅好一点 西部半决赛 勇士生死战有一个回合对克莱绝对是诛心的 勇士抢下前场篮板 胡人的防守已经乱了 克莱三分线外拿到球 詹姆斯原本选择去补防克莱 可当看到库里在身边之后 詹姆斯果断转身跑向库里 克莱被完全放空 这种被自己防守人完全放弃 克莱生涯几乎是第一次遇到 而他也投丢了那次出手 那场克莱三分线外12次出手 只投进两球 进攻端的下滑 加上防守端的溃散 克莱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顶级3D了 加上防守端的溃散